在新疆 还有许多人守护着人们的健康 2013年 我们曾经在伊利特克斯县的 阔克苏大峡谷中 寻找一位名叫居马泰的哈萨克医生 2012年 他入选中央电视台 十位最美乡村医生 阔克苏大峡谷是前往居马泰工作地点的必经之路 这里山路峡展南行 身边的阔克苏和奔勇咆哮 每年的5月至9月水量大的时候 奔腾的河水卷起河底的白沙 河水沉入白色 一路沿着悬崖峭壁和水流湍积的阔克苏河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程 设置组来到距离县城70多公里的包扎敦募区 宽阔的阔克苏河一路上伴随着我们的行走 而现在呢 走过了这座桥 往前再延伸100米 我脚下的这条路也到达了它的终点 而在这条路的尽头也有着一间小诊所 那里有一位乡村医生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了20多年 他有什么样的故事 待会儿我们就一块去拜访它 包扎敦募区是属于哈尔克塔乌山的一个高原山区 平均海拔3000多米 是特克斯县最好的天然动物厂 在哈塞克语中 包扎敦是未开发之地的一寺 由于条件艰苦 很多被分排到这里的医生待不上一个月就申请掉离了 而居马太医生却在这里坚守了20多年 他所在的包扎敦募爷卫生园 阿帕萨勒斯卫生室 就在峡谷的尽头 也是进入母区的必经之地 您好 正在忙 这就是您的小诊所吗 那就是我的小诊所 你看看 其实陈设挺简单的 这边一排板凳 这个地方是您给他们检查的时候 然后挂了一点点这些关于药物类的这些公开的证明 明细 居马太自1992年从伊林卫小病以后就扎根在这里 阿帕萨勒斯的这两间卫生室 已经是他经历过的第三大阵势 这个房子就是以前的老医院 你看这个旧医院和新医院就在一起 其实对比特别的明显 这个相对来说 也许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外表很简单 但其实在军马太大树眼里 这是好房子 住起来舒服得多 暖和得多 真的 干了新房之后我看 这地上到处都是太阳能板 这边还没有通电 没有通电 试制组到来的9月初 进入动物场的牧民还不多 居马太依然隔几天就要到附近寻诊一次 我看这个箱子 药箱跟您也很长时间了吧 就是这个快40年了 快40年了 我爸爸就待了20年吧 然后给我留病 您的父亲就是乡村医生 对 乡村医生 然后也算是受到父亲的影响来做这个吗 对 如果我们往山里面走 你要走多远才算你负责的到头了 最远的牧民一家 最远的是说200公里嘛 200公里之内 往这边走 对 那往回走呢 往回走的话100公里走 100公里 那其实相当于方圆 150公里都是你负责 对 我负责 那这150公里方圆之内 有多少牧民 这个1500户和四线都认过 天哪 就你一个人负责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要带这么大的药箱了 还是这个药箱子多方便吗 装得多 还有清得很 现在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扣上了 你看又这样披衫 给它绑上了 我们能跟着您一块去看看吗 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好 包扎敦牧区总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 作为东牧场 每年的9月底 特克斯县三个乡镇两个牧场 以及尼勒县一个牧场的 2000多户牧民 就会赶着25万头牲畜 进入包扎敦坊牧 在这里 牧民居住的十分分散 去一户牧民家 往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 在冬季牧民全搬过来后 巡转一次至少需要20多天 但在9月初人少的时候 巡转花负的时间就不用那么长了 牧区的道路大多是由牧民凿出来的 只能容一匹马或者两只羊通过 刚才那段路 据老师跟我说 还是一般的路是吧 但是我真的不敢往下看 我刚刚拐弯上来的时候 都是抬着头看的 我给大家看看 我的后背全是水 真的 其实穿了不多 但是已经全部都是了 您平时都是走这种路吗 都是这种路 都是这种路 今天走的这个好不好走 这个路是一般的 山里面还有很多艰苦的路 还有很多艰苦的路 包扎敦位于天山深处 是伊犁最咸最偏僻的山区 寻着路线都是在天前微图上 人工开草的木道上 每年都有牧民或羊 马 坠落山崖 有的路段由于过于危险 甚至被当地牧民称为魔鬼路 居马太就是常年 走在这样的行医路上 他曾摔伤过三次 那你当时摔得这么厉害 路也没法走了 家人有没有说别急着回去 养好了再说 这是腿呀 要走路呀 还有人也说了 你们行了 这个包扎敦位在 不要改动 但是会搬到下面 居马太的家 在70公里外的 特克斯县乔纳克铁热客镇 在木米少的季节 他每周回家一次 每次寻诊的二十多天 也是妻子最担心的时候 在狭窄的山间小路上 行走了一个多小时 设置组跟随居马太 来到了寻诊路上的 第一户牧民家 这家就是他的身体 不太舒服是吗 就是他高学上没有心脏 熟悉吗 这户牧民的男主人叫 米尔甘拜 为了割过冬的牧草 他们提前一个月 进驻到冬牧场 现在儿子在外放牧 他和老伴在家照看孙子 他检查得很细致 凉了血虾 听了心跳 然后还会看他们的嘴 眼睛 包括来触感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水肿 而且很细心 因为很多牧民 他们是不认识汉字的 但是这些药品上的说明 全部都是汉字 所以他会用这个哈语 写在药盒上 然后给他们记上吃法 然后嘱咐好家人 这家的女主人 阿姨母狐狸 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这是牧区的常见病 与他们生活在高原山区有关 医生不在 不得不得我早就死了 真的 是不是心里面特别感谢他 都没什么问题 扎根二十多年 这里的牧民 早已把骑马台当家人看待 看得出 他们对骑马台非常依赖 有一天他老了 你们怎么办 你们就跟着他了 没有他不行 告别阿姨木狐狸家 居马台又到父亲几公里外的 几户牧民家 由于来动牧场的牧民还不多 这一天他可以早些回到诊所 二十多年了 有没有曾经想过要不然不做这个了 去换个别的工作 两三四我们的马船了嘛 嗯 就那时候也我一直想过 就是想回家别的地方 这样 我认为我自己认为好久 嗯 好久就啥都忘了 嗯 继续这样子看 可是家人呢 家人会不会有一点不理解 这同一是 好久我们吵过架 吵过架 吵过架 他也不想带在这儿 也是想去山下去 以前吃了过的老病人 他们说吃他 他都会做一点健康 以后就奇怪了 你发现劝不动你是不是 虽然有过不理解 但是牧民对居马太的爱戴 也常常让家人为之自豪 自从被评为最美乡村医生后 居马太的生活也有了一些变化 当年八月 他刚刚结束了在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为期三个月的进修 实现了他提高医术的信愿 在这重重迪迪的大山当中 也许有许多像居马太大叔一样的人 他们在普通的岗位上 做着平凡的工作 却拥有超出常人的坚韧 经历了下去 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也才使得我们生活得更加安心 要感谢居马太大叔 也向这些普通的劳动者致敬 感谢居马太大叔